從這個藍白河 從談到破局 又到軍越 那狗尾續雕 柯文哲陣營 應該學會一個教訓 就是說 就是說你要知道 如果對方怎麼談 都是要破局的 除非你給他做證的 就像這次綠營的 賴清德 彈來彈去 他就一定要做院長 要你灌給他的時候 那個就不要再繼續了 對 因為他不可能 就只要個副院長嘛 就像老柯講的 我灌給你 然後我為了抵制韓國瑜 那他民進黨算是個屁嗎 他沒有尊嚴嗎 他沒有任何的靈魂的嗎 所以這個東西 都要很細節 而且 對不對 你覺得就是說 沒錯 不要再去躺渾水 你這樣子被人家 又搞一大篇 一個巴掌拍不響 會見那場面 就表示什麼 你想要有更 換到更好東西 對 你有這個動機 你有這個動機 才會去檢 才會去談 那 在那個1月31號 早上已經做決定之前 對 談未必是不行的 對 對不對 沒錯 一定有人接觸你們 可是你1月31號 都開記者會講了 結果你還去接觸 我必須說這個很不治 很不治 再來 再來 黃珊珊那個部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人家都說你是小綠 人家都說你跟民進黨有互動 證實了 這一趴 證實了 後面空間很大在談的就是綠的 尤其是賴清德的嫡系的卓榮泰 是可以跟你聯繫到的 所以我說黃珊珊後面 為什麼不再發言的原因在這邊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 會讓他被打成小綠 他未來會變成 你知道嗎 以後綠營要溝通窗口 除了所謂的深綠 陳昭芝 另外一個就是小綠黃珊珊 希望 我講黃珊珊要記得這個教訓 這一次會讓他貼上 他是綠營窗口的標籤 因為我告訴你 那個在現在來講的話 他已經不是總幹事 那你所謂的 他是民眾黨的二把手 副總召 我跟你講二把手 是我們自己政治人物 我們在評論政治的時候這樣講 不然的話 有人也認為二把手 應該是黃國昌 那在立法院一把手 其實就是總召 副總召是黃珊珊 你有關立法院的所有事 你應該叫黃國昌出來 卓榮泰去見副總召 這什麼意思 我也覺得這不是個話 應該優先找總召 就是你應該讓黃國昌 他有個體制內 因為他理所當然 他總控全局 你要給他相當的主體性 主導性 你不能中間又岔出個 副總召去跟人家卓榮泰 卓榮泰密談 所以楊明 這是不是也接續 這個 對 你這個真的大料 沒有 這個我要把他解釋清楚 好 我把他解釋清楚 第一個 因為上禮拜 民進黨是楊延要告我 你就說 名嘴黃陽明稱綠營開 八位數立役 又藍營跑票 民進黨也揚揚告就對了 對 他說要我負 舉證責任什麼的提供資訊 好來我現在就提供一些資訊 給你們參考 第一個 就是那時候藍軍 因為有這篇報導說 有四個人鬆動 那是真的有人就是失聯 真的有國民黨立委失聯 而國民黨那時候就是拉緊報 內部拉緊報 確實四個 四個 對 然後其中有一個是 1月31號才聯絡上 很緊張 多可怕 而且你知道是誰去聯絡嗎 一個中部的大佬 才找到 去找他 終於找到他了 然後才把這一票穩住 而才會傳出後面 就是等到這個開票都結束之後 國民黨內部在回顧這一段 顧票的驚險過程裡面 才會知道說有人 當然 我不是講民進黨的人 是說綠營這一方 因為他是希望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只要兩票投給游錫坤 就是游錫坤當選 只需要兩票 54跟51 在民眾黨8票都投黃三三的狀況下 54這兩票 灌過來 他變53 這邊變52 所以只要買到兩票 也是個辦法 所以我聽到的版本就是這樣 他們在討論的時候就是說 其實就是有這個所謂的 八位數的利益去釋放 為什麼 八位數人家就說不意外啊 因為台南議長選舉都是八位數 這個八位數的事情 那我不是 我是講說有人要希望票往綠營投 可是最後沒有成功 那我認為 不見得是民進黨的人去接觸 你知道嗎 有可能就是一模一樣的模式 所謂的白手套 所謂的 其實有一個 但是平台南議長選舉的 叫做一股票 其實當中的 當然有一個 就會出來 重新有一個 就是 會能不能放在裡面 說 這個 那很重要的 就是 那種什麼聯絡的小組 然後呢會有一個組長 你六個人你要抓得牢牢的 然後呢六個人一起進場 一起領票 一起蓋 蓋完出來一起看 彼此看完 然後再一起拿起來秀 所以這就沒有跑票的空間 他們怎麼這麼厲害 好 這 我講 這就是國民黨他們在預防 他們因為他們知道事情大條 那四個人的危險 就是他們知道這個狀況了 所以提出來因應的就是反制 就是要反制這個 否則不記名真的莫名其妙 你就像陳昭氏這種狀況就會發生 就是你像台北市